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周三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在家乡肯塔基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似乎在此僵住 7月底 他在国会山的另一场发布会上 也出现类似情况 似乎无法讲话 其健康问题引发更多担忧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周三大峰河低时度 给北加州内陆地区带来了较高的火灾风险 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主动切断了约8400名用户的电力 以防止火灾发生 公共安全断电是为了防止电线被风吹倒 或被倒下的树木击中而引发火灾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在萨克拉门脱谷的大部分地区和西部邻近地区 严重火灾的危险警告将持续到晚上8点 在周三凌晨2点前不久 太平洋瓦电公司开始在八个县的一小部分地区 关闭公共安全电力 该公司称 周二已经提前通知了火灾风险较高地区的用户 周三的停电是该电力公司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停电 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为2.1% 低于预期的2.4% 在消费者和企业借贷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显示出持续的韧静 尽管美国经济因美联储不断加息而放缓 但美国经济仍在努力保持提升 雇主仍在招聘 消费者仍在支出 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的70%左右 今年上一季度的年化增长率为1.7% 但低于2023年前三个月的4.2% 不包括住房在内 上季度企业投资折合成年率强劲增长6.1% 受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影响 住房投资在第二季度有所下降 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 上一季度的增长由消费者支出 企业投资 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上升推动 周三 拜登政府将提出一项新规定 是360万美国劳工将有资格获得加班费 据美联社报道 新规要求雇主向年收入低于5.5万美元的白领工人 支付加班费高于目前35568美元的门槛 另外 新规建议每年自动提高工资水平 长期以来 劳工权益倡导者和自由派立法者 一直在大力推动扩大加班权益保护 过去几十年来 由于薪资停滞和通货膨胀 美国劳工的加班权益保护受到了严重侵蚀 新规目前还需要等待一个公开评论阶段 预计数月后才会生效 而一旦生效将对零售 食品 酒店制造等多个行业 产生重要影响 周二 达美航空一架从意大利米兰出发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的航班 遭遇严重气流颠簸 随后 机上1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送往医院 目前算不清楚具体的受伤情况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进行相关调查 机组人员报告称 气流颠簸发生在哈兹菲尔德杰克逊 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东北方向约40英里处 该架飞机上载有151名乘客 10名空乘人员和4名飞行员 最终在当日晚上7点前 安全降落在目的地机场 达美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首要任务是照顾受伤乘客和机组人员 工作人员正在为未受伤的乘客 提供食物 住宿和重新预定航班服务 过去两年里 随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陆续失去两位领导人和大量观众 周三 该新闻机构母公司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总裁 扎斯拉夫宣布任命马克·汤普森 为CN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以扭转颓势 汤普森出身于英格兰 曾任英国广播公司总裁和美国 纽约时报首席执行官 在纽约时报期间 他成功将其转变为一家 以数字为先的机构 更多的依赖付费用户 而不是持续低迷的广告市场 扎斯拉夫表示 汤普森拥有战略眼光 变革性领导经验 以及对新闻行业的纯粹热情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慢着回来 欢迎回来 本周新泽西警方在南部一处民宅 发现了至少30只狗的尸体 目前已有两人被控 虐待动物罪和危害儿童罪 根据北卡动物救援组织的 一名工作人员的报告 当地警方周一在该住所 发现了活狗和死狗 还有若干只猫和兔子 其中9只活狗被送往动物医院 接受治疗 其中多只健康状况极差 甚至有一只最终不得不被安乐死 警方周一在费城郊区 逮捕了两名涉案嫌犯 分别为35岁的哈尔巴赫 和32岁的莱科尼 莱科尼目前被关押在监狱 而哈尔巴赫则在一家医院 接受健康评估 但不清楚具体病情 当局表示 随着调查的深入 可能对两人提出更多指控 康涅狄哥州一名男子 三个月前在银行外的停车厂 无意捡到一只 装有近5000美元现金的包 并决定自留后 近日被控犯有三级盗窃重罪 面临最高五年监禁 和5000美元的罚款 据了解 事发于5月30日 当时特朗布尔镇 税务办公室的一名员工 到银行存钱 之后发现包失踪不见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侦探们最终确认 失踪的包是无意中 掉在银行外的地上 警方表示 包上明显印有 同一家银行的标志 里面装的是 该证税务部门的现金 包里还有大量文件 证明现金的合法所有者 是特朗布尔镇政府 嫌疑男子此前声称 自己没有偷钱 也没有做错事 但最终承认 当天在银行外拿走了包 被起诉男子将于9月5号出庭受审 周三 波士顿当局表示 一名插车操作人员 在洛根国际机场 发生的一起事故中丧生 马赛诸瑟州警方表示 涉事男子为 截篮航空承包商的雇员 周二 他试图驾驶插车 穿过室外降落场的工作通道 插车与一根横梁相撞 翻倒并砸在他的身上 一名截篮航空的员工听到声音后 若干同事前去帮忙 用飞机牵引杆 抬起插车 将男子拉出 警员随后赶到事故现场 并在现场施救 随后将其送往博士顿医疗中心 但最终院方宣布他不治身亡 警方表示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之中 近日 弗吉尼亚州医护名宅住户 亲眼目睹自家门前的包裹 遭盗窃抢走后逃逸 根据监控录像 当时女性屋主正在家中 等待装有iPad包裹送货上门 当她走进门廊时 看到一名小偷 小心翼翼地接近 联邦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随后迅速从快递员手中 抢过包裹逃跑 该女子立即向警方报案 联邦快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与当地政府合作 调查该盗窃案 有刑事专家表示 许多人家门口都装有门领摄像头 且多个州份已经增强相关法律 或加大了对盗窃包裹的惩罚力度 但似乎并没有对降低盗窃率 产生太大影响 而打击此类犯罪的最佳方法 是将包裹送到值得信赖的邻居 或包裹寄存系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递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